唐朝的全盛时期有多牛 这么说吧 如果让同时期的欧洲人都来首都长安转一圈 可能对整个西方的信仰产生巨大的影响 枪浅命月光 一时低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十古香 神父你有话好好说 掏什么唐诗三百首啊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大唐的第一个全盛时期 真观之至 这事要从唐朝的开国皇帝 唐高祖李渊开始说起 话说他当了皇帝后 选了大儿子李建成当太子 结果二儿子李世民不乐意了 为了这事儿 儿子们分成两派干了起来 老大李建成和老四李元吉一派 老二李世民一派 李建成正太子是因为善于处理政务 属于文可安邦型 李世民正太子是因为玩命打仗 属于无可定国型 李元吉是来打酱油的 跟着老大瞎兴奋 属于一可才挺行 兄弟们整天名称暗斗 有一天李世民给把闭告状 说你那俩儿子跟你小老婆有事 李元很生气喊他们进宫 谁知就在他俩进到北宫门 玄武门的时候 李世民埋伏在旁边 把他们射死了 然后李世民冲进宫里去 逼着老爹把皇位传给自己 终于华丽丽的变身成了唐太宗 这事儿也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上位后 创造了唐朝的第一个全盛时期 这段时期的年号叫真观 所以叫真观之治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捋一下 唐太宗在真观之治期间 都做了些什么 首先照相的时候要抓住裤腰带 表示我很酷 做皇帝没有人格魅力 是成不了大器的 但应该怎么办到呢 李世民有一个秘密武器 随阳帝 用起来也简单 没事掏出来看看就行 唐太宗发现 就做人这方面 随阳帝就是一本人肉措题本 上面记载着几乎所有败家的招式 只要完美避开这些 一个好皇帝就诞生了 比如随阳帝光臂自用 唐太宗就不 每天鼓励大臣们给自己提意见 就喜欢被啪啪啪打脸 陛下 你是不是最近骄傲了 很好 加一个 陛下 你是不是最近有点浪费 很好 加一个 朋友 你哪位啊 皇上我是卫章啊 你不认识我了吗 比如随阳帝奢侈无度 唐太宗就不 住进随阳帝的二手宫殿 也不装修 直接拎包入住 再比如随阳帝的后宫 全是阴阴艳艳艳望红莲 唐太宗就不 找的老婆都是这种阵容 贤良淑德的徐贤飞 名里大气的长孙皇后 还有一个姓武的 二 要懂得文质 唐太宗发现 随阳帝人品不行 但是随朝治理国家的方法 还是挺靠谱的 比如三省六部制 和科举制 就是好东西 一 三省六部 三省六部就是皇帝下面 有三个部门 中书省 门下省 上书省 其中上书省下面有六个部 兵部 礼部 公部 行部 库部 小麦部 不 利部 这种制度下 办一件事的流程是这样的 最近有群众反应 景点女侧不够啊 中书省七草 公策太多增加母策 门下省审核 没毛病 上书省执行 干干干 哦啦 唐太宗觉得这个制度不错 所有的决策都由皇帝和三省一块做 谁也不能说了算 包括皇帝自己 二 科举 举就是当官 以前当官是不用考的 靠领导肉眼观察人品才能 然后推举上去就行 这叫做 查举 这种制度下 谁最开心呢 地主家的傻儿子 这位小童子 一看就是品学兼幽啊 唐太宗一看 哎呦 不错哦 于是开始大办科举 科举制就这么从唐朝兴盛起来 科举的意义在于 穷鸟寺忽然有了逆袭的可能 这给国家各个阶层 都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谁说不是呢 连这般盘行动物 都可以考状元了呢 三 文化交流 唐太宗重视文化教育和商业 大唐又有文化又有钱 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来中国 西方人来做商业 东方人来留学 最著名的 当然是隔壁小兄弟 日本人 天天派遣唐使来唐朝 把能学的都学回老家 日本直接就成了唐朝的买家秀 除了日本 大唐还认识了一个朋友 大概就是现在的西藏 当年叫吐蕃 吐蕃的老大叫松赞干部 死活要娶一个唐朝公主 为什么一个藏族同胞 这么迷恋唐朝公主呢 因为传说当地流传着一首 神秘的歌曲 泰宗没答应 他就开始骚扰大唐 太宗最后拗补在亲戚里 挑了个妹子嫁了过去 这就是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信佛 随身带了一堆佛像 这一去就把咱们的汉传佛教 带进了西藏 除了汉传佛教 松赞干部还娶了个尼泊尔公主 带来了印度佛教 汉传佛教 印度佛教 再加上一些吐蕃自己的宗教 揉在一起 就慢慢变成了今天的藏传佛教 不光输出 别人有好东西 大唐也很乐意接受 当年有个和尚叫唐三藏 现在太宗不但没砍死他 还热情地邀请他来当公主员 陛下 我从印度给你带了点礼物 用完保证龙金虎猛 想不到你个和尚还懂这些 朕饶你不死 是的 西游记里都是骗人的 唐三藏那会出国很严 他真真是偷渡出去的 说完了文质 就该唠唠武力之了 盛世之下的大唐全都贼硬 揍人一揍一个准 那他都揍了谁呢 咱们下期再见 棍之漫画 专制不明白